好 观众朋友 接下来是时事小品 鸡肉带鱼馅包子 欢迎大家冒着雾霾来参加文艺工作座谈会 今天在做的都是我朝文艺界的大腕名流 都是难得的主旋律吹鼓手 这些年大家在各条文艺战线上 为我党奋力殴割 生死历劫 虽然有时候慌腔走调 备受奚落 但大家敢于迎着兔沫往前冲的精神 非常可嘉啊 今天老中青三代 挤挤一堂 可以说是一次盛会啊 哦 对了 听说今天来了两位网络作家 是哪两位啊 你们好 你好 习大了 应该叫习大了 大的好像是爹的意思 我五行不缺爹 不是这样伯伯好 哎 你怎么说话呢 难道我五行就缺爹吗 讲话是尊重 再说他也是中国最大 可是伯伯是爹的哥哥 还是比爹大呀 你们俩争什么呢 啊 习总 我们俩在探讨伯伯和他爹到底哪个大 不是 习总 我们在讨论大的和我爹谁大 不是吧 是伯伯和大的哪个大 不用等了 哪个都没有我大 我听说你们都是来自底层 一个养鸡的 一个养鱼的 是吧 哦 不是 习总 他是养鸡的 农民 可我不是养鱼的 大家管我叫周带鱼 那是外号 其实我是做黄网的 哦 不对 是做网络游戏的 哪类网络游戏呀 好玩吗 好玩 就是一个男的和一个女的 哦 不是 那是以前了 我现在是做三国沙类似的棋牌游戏 很赚钱的 不能只够赚钱啊 不能在市场经济大潮中 与视方向 是是是 习总 以前我认为 低俗就是通俗 欲望就是希望 但是那感官娱乐 就等于精神快乐 所以我用这个分贝网 为我国广大的 狼友的业余生活 做出了友谊的贡献 但是在2010年 下秋之际的 这个扫黄打飞运动中 犯了严重错误 当然 我现在不做黄网 该做红网了 值错就改 就是好同志嘛 反正看这两类网的 素质都差不多 都是狼奶味大的嘛 那你有什么代表作呀 我的代表作很多呀 比如 请不要辜负这个时代的脑残 我带祖国如暖男 你的祖国 你的岛 还有 请不要辜负这个时代的脑残 听着就散发着正能量啊 好 以后 你可以用 请不要辜负 为题 写个系列 比如啊 请不要辜负 这个时代的雾霾 请不要辜负 这个时代的荒诞 等等 是 习大大 我一定不会辜负 您的教会 学习金三胖 不要辜负的精神 把不要辜负 这个系列写好 不错 好好干 等一下 我跟梁振英同志说一下 可以让你去香港红看体育馆 向香港各界群众 做个 你的中国 你的党 万人报告大会 说不定 会平息展钟呢 谢谢习家的记住 为了报答习总的知遇之恩 我特地为您准备了一份礼物 这个是我祖上留下的传家宝 是什么呀 一把宝剑 好剑哪 怎么看上去像一条带鱼啊 你才剑呢 好好好 好 你先坐下吧 另一位养鸡的 你叫什么名字啊 报告习总 我叫花千芳 你一个大老爷们 怎么起了个这么妩媚的名字啊 习总 因为我刚出生那会儿啊 长得还是比较妩媚的 跟着花似的 杀王 报告习大夫 他的真名叫您学名 跟我一样 满嘴跑火车 说谎话都不眨眼的 你 你一个笨慌慌的敢说我撒谎 我撒九句谎 还有一句是真的 你撒九句谎 那后面都没有一句真话 你写的书 那连标点缝号都不能相信 可是我的脑残粉 不知道比你的多多少倍的 你写的东西 低级下流 粗话连篇 顶多就是一个小流氓骂街 根本登不上大雅之城 你看我都是你这个忠带雨 好了好了 不要闹了 看来你们跟司马南 孔庆东 都是一路货 习惠 大家去吃饭吧 终于可以吃饭了 请问习总 我们今天吃什么呀 鸡肉带鱼馅包子 好 观众朋友 感谢您收看这次的大陆新闻解冻节目 我们下次节目时间 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